2017年9月8号 百阁为名整理各报评论 首先来看中国报的评论 题为 蓝眼之蜜糖 火箭之砒霜 针对公正党对于连一与否 出现难离难舍的情况 中国报专栏强作解人 作者戴智强写刀 公正党把一党视为救命蜜糖 对急着撇清与一党关系的火箭来说 是一记致命砒霜 更显示出双方的政治利益 出现很大的矛盾 新动党毫不犹豫切割一党 是因为一党在2013年大选 取得夹击后 便露出真面目 想强行落实宗教治国理念 再来 两党之间的选民版图 完全没有重叠 火箭80%的选票在华裔 而一党更是将近100% 依靠穆斯林选票 但问题是 割舍一党对蓝眼确实关乎存亡的大势 毕竟一党在许多马来区 都拥有一定基本盘 一旦三角战 就会两败俱伤 导致国阵最终得力 因此 共产党实权领袖安华 开枪支持阿兹敏派系继续联一 不只是为了放眼中央和保住雪州 也是要借一党 制衡行动党一党独大的局面 作者提到 既然火箭毫不体谅蓝眼的困境 那么蓝眼也不必顾虑火箭的痛处 而反对党一直以来告诉选民 以大局为重 火箭如今也只是自食其果 接着来看新洲日报的评论 题为联一和聚一之争 大选未到 公正党却爆出内洪事件 如今处于迷雾中 新洲日报专栏非常常是 作者正丁贤形容 公正党这两个星期 就像是摇摆不定的船 乱成一团 当中出现联一派 以及反联一派 作者认为 阿兹敏之所以不放弃与一党合作 是想要保住公正党的选中政权 但拉斐兹则声称 三角战对西蒙有利 根本无需与一党合作 然而就在公正党 就要面对正式分裂的危机时 实权领袖安华被逼站出来 赞同公正党联一 直接打脸拉斐兹 而在这个议题上 西蒙立场鲜明 就是和一党切断关系 或许对马哈迪而言 这是让土团党 取代一党的一个机会 但是对安华来说 这可能导致公正党失去雪州 因此拉斐兹和阿兹敏的对抗 会不会扩大成为西蒙内部的对抗呢 这还得看西蒙领袖的智慧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